这太贵重了 虽然郁郁吉祥 林小竹却不好要萧萧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要不认我这个姐姐 这珊瑚你就别收 萧萧板着脸道 林小竹叹了一口气 那好吧 我就厚颜收下了 以后萧萧的孩子出生 总有机会还礼的 现在太过计较就显得生分了 这才听话 萧萧这会儿终于像是姐姐的样子了 姑娘门房转了一张败帖 紫苏进来 递给了林小竹一张帖子 莫不是沈子意 萧萧伸过头来 林小竹打开帖子 定睛一看 笑道 还真是她 萧萧瞅了林小竹一眼 估计她也是来天庄的 当初萧文卓本来是有意想把她嫁给沈子意 但见到沈子意看林小竹的目光后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地位学识 人品 这些东西稍微是差一点是没有关系 但如果男人心里装了另一个女人 不管她有多么的优秀 就不再是一个好夫婿的人选 快快有请 林小竹和尚拜帖 对紫苏道 又转头道了一声 你们在这里慢坐 我去迎迎她 转身就出了门 不一会儿 便领着沈子意进来了 尹王爷和尹王妃也在哪 沈子意进来 跟陆建宁夫妇互相见了礼 含寻了两句 便让下人捧出一个盒子来 对林小竹道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 南海国也就盛产珍珠 挑了一些来给你添妆 盒子一打开 萧萧首先就惊叫起来 那盒子里紧端上躺着的是一挂珍珠 每颗足有尺头一般大小 苛苛圆润 发出来的柔和的荧光 将藏青色的盒子映得有些发亮 这 林小竹看着这挂珍珠项链 不知说什么的好 在陈甸甸的情谊面前 说什么都显得那么空洞 她只能把这份心意放下 记在心里 待将来沈子意澄清 她再还上 除了萧萧和沈子意 还有一个来添妆的便是黎振宇 她作为林小竹的合伙人 自然是把自己当成了她的娘家人了 除了送了林小竹一座玉百件 这段时间还跟在周里忙前忙后地操劳着 让林小竹甚是感激 在大家的祝福下 好日子终于来临 因为要在路上走三天 所以袁天也提前三天便到了轩原城 轩原公主出嫁 轩原城的老百姓予有容焉 再加上各国皇室都派了人来 街上一片热闹喜亲的景象 而林小竹可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 她一大早就被萧萧和喜娘 从床上给拎了起来 放到满是花瓣的木盆里面 刷洗干净 然后又由着喜娘搅了脸 梳了头 这才穿上玉着母女俩 精心绣制的凤凰展翅的大红嫁衣 你心里有没有感觉不安 萧萧看着上了妆后 眉眼如画 在大红嫁衣的印衬下 比平时更显俏丽的林小竹 眼神愣愣的 她想起自己当初出嫁的时候 也跟林小竹这样 穿着大红的嫁衣 坐在镜子面前 当时的她是极欢愉的 没有一丝的担心和不安 因为她要嫁给自己最喜欢的男子 要跟她共度余生 她的满心都是幸福的 只有她的母亲和哥哥 看向她的目光 全是不安与担心 他们担心 那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男人 不能像他们一样 宽容地呵护她 后来果然 他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她度过了她人生中 最黯淡的日子 期望越大 失望便越大 当陆建宁纳了侧妃 并在侧妃的房里 连续待了几天之后 她终于明白了 母亲和兄长 那担忧的眼神 意味着什么 现在看着林小竹出嫁 她这心里 竟然跟当初的母亲一样 心里除了祝福 也有担忧 虽然袁天野 对林小竹的情分不同 看起来是如此的深情 比当初的陆建宁强多了 但人心是一变的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林小竹转过头来 看了她一眼 也看懂了她心里的所思所想 她又转过身去 望着影子里的自己 微微地一笑 声音极轻 却是极自信 不安吗 自然是有 不过并不强烈 是啊 袁天野那么喜欢你 自然是不会辜负了你的 而你又那么聪明 一定会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萧萧叹息道 经营婚姻的观念 还是林小竹传输给她的 林小竹笑了笑 我没有不安 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喜欢这种感觉 太把握不住 聪明不聪明 也跟幸福无关 她抬起眼来 望着窗外 我只是觉得 凡事尽心却努力了 就可以了 婚姻也是一样 我会尽我的努力 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把我的家 我爱的人 安置得最好 这便够了 至于以后的路 会有什么样的岔道 到头来 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都不是我能强求得来的 所以 就不去想它 活在当下 把握现在 珍惜拥有的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成亲之后 我也不会失去自我 我仍是会把酒楼 继续开下去 开完酒楼 我还可以做别的生意 我会有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会有我自己的朋友 这样哪怕生活有改变 我仍然能让自己 自以快乐地活着 我在当下 把握现在 珍惜拥有的幸福 小小难难地 重复着这三句话 用力地点了点头 对李小竹 灿然一笑 我明白了 我现在 想要好好地养胎 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 陆建宁对我好 我就享受他的呵护 也努力地去维护 跟他的关系 经营这份感情 如果他以后态度变了 我也不用伤心 养大自己的孩子 寻找自己的乐子 让自己活得开心 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李小竹伸出手 握了握 萧萧的手 没有再说话 公主 时辰差不多了 喜娘一直站在旁边 听着他俩所说的话 心里极为的不安 谁出嫁这一天 不是尽挑吉利的话说 却不想这一个公主 一个王妃 仅说些丧气话 这还没有出嫁呢 就说到以后 丈夫变心的问题上来了 呸呸呸 童言无忌 大吉大利 其实他也不想想 在这三妻四妾的古代 所有的新嫁娘 都说吉利话 又有多少人的婚姻 是幸福的呢 我就不送你出去了 萧萧道 他是双身子 参加别人的婚礼 是不吉利的 所以一会儿李小竹 拜别亲人 出门上架 这些程序他就看不到了 李小竹虽然不在意这些 但社会风俗总得遵从的 他只是默默地上前 抱了抱萧萧 便跟着喜娘出了门 公主 您瞧 一出门 云山就在他耳边 惊喜地小声叫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